洪水桥下川新发展区定位为现代服务业枢纽 为推广绿色运输,新发展区已规划绿色运输系统 以及完善的行人道同单车径网络 普募工程托展处已大致完成可行性研究 制定绿色运输系统的建议 在2020年完成的公众咨询 收集到的公众意见明确支持在新发展区推展绿色运输系统 经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建议采用环保路面模式 环保路面模式在道路上行驶,不需要实体轨道 例如,于虚拟轨道,行驶的无轨电车以及环保巴士系统 环保路面模式具备以下优点 不需要实体轨道 可以配合新发展区的发展和交通运载需求 灵活调整路线和办持 将比环保轨道模式、环保路面模式的建造成本较低 环保路面模式的整体行程时间和环保轨道模式相约 在主要路口,我们建议绿色运输系统和其他道路交通分层分隔 而车流较小的共用路口,其设计亦能达至整体交通长迅 不需要架空电纜和实体轨道 更可融合周边环境 畅通易达的车站主要设在地面 加上低地台设计 和可采用车外收费系统,上落方便快捷 绿色运输系统串长约16公里 将会贯通新发展区和院朗南发展 并连接团马线、兴铁以及公共运输家回处 绿色运输系统将会贯通新发展区市中心 经团马线洪水桥站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抵达的乘客 可转成绿色运输系统前往物流、企业和科技区 以及本区服务中心 绿色运输系统也会连接轻铁重库站 河半和乡村区、地区商业中心 以及团马线天水围站 本研究已检视绿色运输系统 和现有天影路的配合和安排 确认两者可产生协同效应 因此建议保留现有的天影路 从而可预留单升配合将来发展需要 此外,绿色运输系统会将远朗南发展内的住宅社区和就业带 连接至新发展区以及团马线天水围站 绿色运输系统将会配合新发展区的推展进度 分阶段投入服务 绿色运输系统将会为市民提供方便快捷的运输服务 推广绿色出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